改善脂肪肝,远离肝癌。 营养师教你三少亿多饮食原则。 比起刚进入职场的菜鸟新鲜人,刚进入职场打拼也才三五年的你奶,薪水或职位可能没有增加多少,到视体检报告中多了不少从前没看过的不正常红字。 为了让心爱的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在职场奋斗十年,二十年的你奶,突然惊叫比起户头里的存款,开的车子,住的房子,更让你担心害怕的是没有健康的身体陪住家人四处走走。 上面所提及的族群,是你奶吗? 威廉观察过自己身边的家人或朋友,发现平时忙于工作的大家,总是在公司体检报告出炉的那几天,抑郁不安,担心害怕住报告上的红字, 其中又以脂肪肤,其中又以脂肪肝为大宗。 脂肪肝本身无声无息,且通常不会有利急性的危害,导致很多人选择忽略它 甚至听过个爱与Vivian提及我过去五年体检 一直都有脂肪肝 好像也没有怎样 但是其实脂肪肝 是肝脏给你的求救讯号 让你奶知道应该要调整饮食与日常习惯 若持续忽略小心变成肝癌 且看Vivian帮大家整理的饮食原则 让我们打击脂肪肝 远离肝癌吧 少油炸食物 相信追求更健康生活的你一定知道 油炸物含有大量的脂肪而有助惊人的热量 以一块手掌大小的炸猪排而言 经过果粉油炸后 其立刻多了 370大卡的热量 如果有淋上含油量高的美乃滋或猪排酱等酱料 其总油量瞬间飙升且热量可能突破700 大卡呢? 然而更重要的是油炸过程中会产生大量自由基 而直接造成肝脏细胞损伤 因此改善脂肪肝的第一步 就先从减少油炸物的摄取开始吧 减了热量 减了自由基 当然就减了肝脏负担啊 少精致糖类 大量的精致糖浸入体内后 会形成脂肪而累积于肝脏而增加肝脏负担 因此减少精致糖摄取有助于改善脂肪肝现象 日常生活中精致糖无所不在 食品或饮品制成中额外添加的糖分 天然存在于蜂蜜、糖浆、果汁及浓缩果汁的糖分 蛋糕、饼前到巧克力 几乎所有的点心都有糖类 此外 碳水饮料、三合一咖啡、手摇杯等饮品可能也都有暗藏糖在其中 因此大家使用食物必要小心 少酒精摄取量 少酒精摄取量 偶尔小酌可以放松心情 然而长期过量饮酒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 且酒精可能直接伤害肝脏细胞 而造成肝脏发炎、脂肪肝症状恶化 甚至引发肝癌 若饮酒、男性每日不宜超过两杯、女性每日不宜超过一杯 解肝癌 解孕期绝不可饮酒 酒类每杯的分量是指含有10公克酒精 约相当于8瓶160毫升铝罐啤酒 红、白葡萄酒约66毫升、威士忌、白蓝地及高粮酒等烈酒约20毫升 多脂化素提升体内抗氧化力 不均衡的饮食习惯或长期的生活压力 都有可能造成体内长期处于高氧化压力的状态 不仅会造成细胞损伤、精神不佳 且许多研究皆证实高氧化压力会增加癌症、心血管疾病、肝脏疾病之风险 而普遍存在于植物性食物的植化素 就是提升体内抗氧化能力的不可或缺好朋友 可以减少氧化压力对肝脏细胞的伤害 然而植化素会随着食品加工而流失 所以建议大家养成天天至少三份蔬菜与两份水果的饮食习惯 并使用未精致的颧骨杂粮类 如、糙米、带壳红梨、杂粮、地瓜、燕麦、山药、蕎麦等 取代白米、白馒头或白面条等精致主食 透过上述的饮食原则 再搭配多身体活动量的生活形态 祝福大家成功打击脂肪肝 迈进更健康的生活吧 比起刚进入职场的菜鸟新鲜人 刚进入职场打拼也才三五年的泥奶 薪水或职位可能没有增加多少 到视体检报告中多了不少从前没看过的不正常红字 为了让亲爱的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职场奋斗十年、二十年的泥奶 突然惊叫比起户头里的存款 开的车子、住的房子 更让你担心害怕的是没有健康的身体 陪住家人四处走走 上面所提及的族群 是你奶妈 威廉观察过自己身边的家人或朋友 发现平时忙于工作的大家 总是在公司体检报告出炉的那几天 抑郁不安 担心害怕住报告上的红字 其中又以脂肪肝为大总 脂肪肝本身无声无息 且通常不会有利己性的危害 导致很多人选择忽略它 甚至听过个爱与Vivian提及 我过去五年体检 一直都有脂肪肝 好像也没有怎样 但是其实 脂肪肝 是肝脏给你的求救讯号 让你奶知道应该要调整饮食与日常习惯 若持续忽略小心变成肝癌 且看Vivian帮大家整理的饮食原则 让我们打击脂肪肝 愿离肝癌吧 少油炸食物 相信追求更健康生活的你一定知道 油炸物含有大量的脂肪 而有助惊人的热量 以一块手掌大小的炸猪排而言 经过果粉油炸后 其立刻多了 370 大卡的热量 如果有淋上含油量高的美乃滋 或猪排酱等酱料 其总油量瞬间飙升 且热量可能突破700 大卡呢 然而更重要的是 油炸过程中会产生大量自由基 而直接造成肝脏细胞损伤 因此改善脂肪肝的第一步 就先从减少油炸物的摄取开始吧 减了热量 减了自由基 当然就减了肝脏负担啊 少精致糖类 大量的精致糖进入体内后 会形成脂肪而累积于肝脏而增加肝脏负担 因此 减少精致糖摄取有助于改善脂肪肝肝现象 日常生活中精致糖无所不在 食品或饮品制成中额外添加的糖分 天然存在于蜂蜜 糖浆 果汁及浓缩 果汁及浓缩果汁的糖分 蛋糕 饼前倒巧克力 几乎所有的点心都有糖类 此外 此外 碳水饮料 三合一咖啡 手摇杯等饮品可能也都有暗藏糖在其中 因此大家使用食物必要小心 少酒精摄取量 偶尔小酌可以放松心情 然而长期过量饮酒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 且酒精可能直接伤害肝脏细胞 而造成肝脏发炎 脂肪肝症状恶化 甚至引发肝癌 若饮酒 男性每日不宜超过两杯 女性每日不宜超过一杯 解肝癌 解孕期绝不可言酒 酒类每杯的分量是指含有10公克酒精 约相当于8瓶160毫升铝罐啤酒 红白葡萄酒 约66毫升 威士忌 白蓝地极高良酒等烈酒约20毫升 多植化素提升体内抗氧化力 多植化素提升体内抗氧化力 都有可能造成体内长期处于高氧化压力的状态 不仅会造成细胞损伤 精神不佳 且许多研究皆证实高氧化压力会增加癌症 心血管疾病 肝脏疾病之风险 而普遍存在于植物性食物的植化素 就是提升体内抗氧化能力的不可或缺好朋友 可以减少氧化压力对肝脏细胞的伤害 而植化素会随着食品加工而流失 所以建议大家养成天天至少三份蔬菜与两份水果的饮食习惯 并使用未精致的颧骨杂粮类 如糙米 带壳红梨 杂粮 地瓜 燕麦 山料 荞麦等 取代白米 白馒头或白面条等精致主食 透过上述的饮食原则 再搭配多身体活动量的生活形态 祝福大家成功打击脂肪肝 迈进更健康的生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